& 曲艇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冰箱要來跟大家講一個 韭客界的都市傳說 不知道你有否聽過那個 這個海泥一根 要三個人頭比較好喝 真的三個人頭比較好喝嗎 就我拿店裡面的海泥一根拆箱給大家看 直接開箱 看裡面三個人頭有幾瓶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吧 那這就是 店裡賣的海泥一根 650的 那原裝沒有開 那我們就來看看現在 裡面三個人頭的 有幾支 好 我們現在來開箱 來齁 原裝海泥一根12瓶 我現在一隻一隻拿出來給大家看 好 這是正常的 來 三個人頭出現了 三個人頭 好 正常的 正常的 唉唷 這很奇怪喔 正常的 正常的 來 三個人頭 來 三個人頭 來 三個人頭 正常的 正常的 三個人頭 來 這一箱有五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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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我今天只是 拍這些啤酒啊 因為店裡在賣 我最高紀錄一箱裡面會有七支 三個人頭有七支 基本上啊 因為上次真的有客人來跟我講說 老闆我那個海苡根要三個人頭 比較好喝 那這次也是一個酒客界的都市傳說 那我 我只能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行銷案例 就是口碑行銷 那 現在那個一箱海苡根裡面大概 就是至少會有四支以上的三個人頭的那個配置 那就是說 可能廠商也是因應那個 就是市場的需求 然後會特別把那個三個人頭的那個標籤 放多一點在那個一箱啤酒裡面 因為那個 他這個 這個就是只有for台灣啦 就是說 那這也不想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酒廠不可能為了比較好喝 特別齁 在一罐作業 那個機器作業填充的情況下 就特別去填充這一些三個人頭 比較好喝的啤酒給你喝啦 那這次是一個酒客界的都市傳說 那 因為我店裡面又上一箱海苡根啦 然後就猜一箱給大家看 結果就是這樣子 那就 反正大家就當作一個議題 很有趣的議題來看看它就好了啦 那說真的啦 沒有三個人頭比較好喝這件事啦 因為 同一桶露出來的怎麼會比較好喝 好 那以上就是 最近就是 新聞報導也有報導的東西 然後 店長就特別實驗給大家看 沒有比較好喝這件事情 OK 好 掰掰 掰掰 by b arab ap 就因為 咳 咳 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